哈喽,大家好,我是长话师Kill 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下我最近买的一些文具 那话不多说,我们先开始拆箱吧 那如果经常买文具的人应该会知道这一个 它是百乐的78G的钢笔 这是一个复古的礼盒 拆开看一下有什么 礼盒里面是一支钢笔 我选的是EF间的绿色的这个复古的钢笔 套装里还有一瓶黑色的墨水 看是多少,30cc的 然后呢,它还有配一个纸袋子 还有一个钢笔的这种小套子 那这一套的话才70元人民币 那一些学生党或者是送给小朋友的话 我真的觉得是值得入手 性价比很高的一个套装 我这边还配了一瓶奈多美菊絮复古墨水 那我选择的颜色是青笔 现在就灌上给大家试写一下看一下 首先呢,百乐这根笔是我目前用过钢筋比较好用的 而且它价格在这里嘛 就真的是性价比超高 那这个我配的奈多美的青笔的墨水呢 它是非碳素配方的一种墨水 那写出来的感觉非常流畅 而且它这个墨水的颜色和这个复古绿的钢笔 真的是很搭 接下来这两支呢,是派通的蝴蝶笔 那它是金属双色的中性笔 一个是金属蓝加紫色,一个是金属红加黑色 我写一下给大家试一下 它就是这种金属色,而且根据光的变化它是有不同的变化 你可以看到里面这种金属色粉的一个变化 那我现在接下来试试它在黑卡纸上能不能写 它在黑卡纸上也完全没有压力 而且在白纸和这种黑卡纸上还有不一样的效果出来 平时做手杖装饰 或者是说给别人写贺卡的时候又多了一种选择 下一位选手呢 是Blas家的Modi Liner 它是一个荧光的修饰袋 也可以把它看成一个修整袋 我先操作一下给大家看一下 这种修饰袋呢 它是有覆盖力的 但是我把它买来是为了在手杖上做一些装饰 或者是说做一些分区来使用的 那我选择的这个是蓝紫色的一个搭配 它还有别的颜色可以选择 个人感觉这个修饰袋就会比较方便一些 但是就可能要看你个人的一些搭配一些巧思了 使用起来就跟那种修正袋的方法是一样的 直接在纸上一拉一提就可以了 下一个选手呢 是甘美堂的 它是一个标记的便利贴 可以把它当成一个马克笔的便利贴 我最近在给大家分享一些书籍嘛 那书中有一些句子我想要把它提出来 或者是说我要特别标注上那几行的话 我要么会用笔在下面画线 或者是用马克笔在上面画 但是呢 这样有一个问题就是会 把书面上的文字和书的整个页面弄乌 我个人呢又有点小洁癖 并不希望我的书会有这样的痕迹出现 那我就发现了这个神器 使用的时候呢 就把这个带拖出来 按到你想要标注的文字上 然后这里有一个可以按压的地方 你按住它 然后用力提它 就把它切割掉了 那同样这个标注也就做好了 那你后期不需要它的时候 就可以把它接下来 就特别方便 而且特别干净 这个我真的是爱了 但是大家一定要看好它的尺寸哦 我之前在网络上看图片也以为它很大 但是你看看它在我手掌里这个尺寸 真的很tiny很小只 但是看里面的这一卷的话 感觉也还能用蛮久的 如果用量不是很大的话 背一个还是蛮不错的 最后这一盒文具呢 是罗纪Logical的笔记本 先打开看一下 这个是我比较期待的一套本子 我选的是 五点风五册的套装 一共才29元 那它上面这边有写 I school at home enjoy your study with this note 那它就基本上是专门用于学习的一个本子 但是平时日常书写些东西也都OK 那它打开的话 它里面的格字 它自己说是叫逻辑格 是它自己的一个格字 那它是横线中间 竖的虚线 还有横的一些虚线 横的虚线 把这两条实的线中间分成了三等分 但是平时你用的话 也可以把它看成一个点阵本 或者是横条本 看都OK 而且这种格字 我个人觉得写汉字 英文 日文来说都会比较好用 外皮的纸张呢 是算是卡纸 但是有没有那么厚 是有些柔韧度的这种卡纸 有一层涂层在上面 就是坡件上的水也没有什么问题 看一下 它这边是有线装的 平摊起来也没有什么压力 那接下来用我常用的这些书写工具 在上面试一下 看看它的效果怎么样 如果效果都不错的话 那这个本子是我目前手上有的 现价比最高的一个小本子了 喔 我也有没有什么厚心呢 水费 就会变化 い事 可以 是 autour的 要点 有一点 水费 那我用了三种钢笔水 还有圆珠笔 这种水笔 还有铅笔彩铅 软头笔 荧光笔 还有水性硬台和油性硬台 那铅笔我也在上面擦了一下 这个水融的彩线 那我用水刷了一下 看一下后面怎么样 刚笔稍微有一点会透过来 这样子 那其他的笔的话还好 那这边是荧光笔 我分别刷了一层两层三层 第三层这里能有一点透过来 然后这两个是印章的 在它后面的效果 整体来说我个人觉得是还OK的 看这里 而且它也很便宜嘛 一共五本是29元 那就相当于一本就6元钱 那它能达到这个效果还是不错的 而且它写起来 我个人觉得还是比较顺滑的 那我们看一下前面 它的官方的一个介绍 首先它横向分成了三号 写英文就特别方便 也很合适 而且那不同大小的字呢 你可以根据它的格子来进行书写 如果你有手写排版的一些需要 那它会帮你进行很好的一个 缩近等格式的一些处理 那后期如果要写一些论文呀什么的 它也会帮你养成一个很好的格式习惯 而像一些理科生或者文科生需要做一些图或者表的时候 这些格子呢 也可以很好地帮助到你 那看了今天的视频 最喜欢其中哪样东西呢 有帮你种到草吗 如果有的话再弹幕扣为一 现在天气越来越热了 那希望大家要多注意防暑防晒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的话 记得关注我订阅我的频道 长按点赞转发留言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祝大家平安顺遂 拜拜 这边呢还有几个快递 也就一起拆一下 这几个包裹呢 其实是一家店的 是我比较喜欢的一个up主 叫香鬼 它是一个香水的up主 那我去他店里 其实主要是想买这个 是一个香水的一个分装瓶 如果有看过我之前的那个 翻包的视频 会看到我包里面会有像这种 母鸡的分装瓶 它是这样分体的 把香水灌进去 但是呢 这个种就比较麻烦 它需要把它拧开 然后上面呢 放个小漏斗 把香水喷进去 而这种分装瓶呢 它是 下面有个小机关 就是说拿个香水试一下 就比如说 一瓶香水打开 那很多香水上面 这个是可以拔下来的 然后呢 把它这个分装瓶的底面 这里对准 这个口 贴准了以后 这样按几下 上下按东呢 它会 那香水瓶里的液体呢 就会到这个分装瓶里面来 这种呢 就很方便 大家要注意点 就是有一些香水瓶 上面这里是可以拔下来的 那还有一些是拔不下来的 你要入手这种瓶子之前 一定要确定 你要分装的香水 它这里可以拔下来 而且呢 它这个拔下去 再装回去的时候 有可能它这个喷头的这个口 是不会回到原来的位置的 我入的这个是黑色的 金属的 它还有灰色和其他颜色 然后还有一些是 外面是皮子的 有皮革包裹的 就像那种口红一样的 也蛮漂亮的 但我觉得这个黑色 看着蛮低调的 所以也入了它 我有的时候出门 是要分场合 备一些香水 比如说 像有一些旅行装的 我也会带 但这种的话 就会比分装瓶也稍微重一些 而且很多香水 它不一定是有这种旅行装 如果你能找到 像这种同款的Q版香水 也可以把大瓶的 分装进去 出门带也比较方便一些 或者是呢 我在他们家也入了一些 小的这种试香的瓶子 就比如说像这个 忽必烈射箱啊什么的 它我本身的那个瓶子 它就很长嘛 出门拿着也不方便 它也没有一些Q版呀 或者是说一些小样之类的 也很难找 那也可以像我这样 买一些试香的小瓶 用完了以后呢 就把你手上现有的 这些再灌进去 这样用它来代替分装瓶 其实也OK